好 发票跟品信有什么关系 另外火锅店跟拉筋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是国内一家这个连锁火锅店 最近举行了扩大征裁 吸引了上千人参加 应征者要先通过的第一关就是 比较看看谁的筋骨比较柔软 要先学会鞠躬鞠90度 才能够得到这份工作 要来这家火锅店上班 得先经过这一关 这位应征者做的有点KK的 但勉强算过关啦 那你下去的时候 记得放在膝盖的上面 好 在这里 然后我们下去的时候 尽量的让身体再往下一点点 一直到90度 服务生基本礼仪很重要 但这里要求很严格 我们现在就来试看看 90度的弯腰鞠躬 那我们再下去一点点 那腰的部分要挺直 然后往下 对 眼睛直视前方 好 这样就可以 好 其实有点难喔 这个动作看似简单 但亲自示范过后 发现其实一点都不容易 还好男女生有别 女生的要求保持90度 男生只要45度 重点是 女生除了弯腰90度之外 脚得打直不能弯 还得抬头面对客人微笑 第一个那个拆过来的时候 顺便放着就走 那连鞠躬里都没有 我觉得说 我觉得如果说你是那个 是那个消费者的话 其实你的感受程度 可能会比较有落差 鞠躬90度 不是每个人都能升任 不过做得好 就能像他一样 一路从基层服务员 店长到现在 已经是200万年薪的 执行长特主 连锁火锅店 年营业额高达1亿多 员工分同制度利润很高 这也难怪年度真才要百人 就来了好几千人 不过恐怕得先有一身 柔软的筋骨 先练好鞠躬90度 再来 中文新闻王一超成 例如台中报道